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部电影的关注度非常高 金庸的经典援助加上徐克导演的加持 再加上肖战和庄达菲的强大阵容 让这部电影成为今年最受期待的大制作之一 影片将在大荧幕上重现经典的武侠世界 讲述郭敬韦代表的一群侠客为了国家和人民 团结中原武林力量 共同抵抗蒙古大军保卫襄阳的故事 在全国影片推介会上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成为了焦点 中影将其作为开篇重磅推介 表示要回归江湖 在树经典 金庸先生被称为武侠宗师 他的作品几乎每一个都备受欢迎 无论是被翻拍成电视剧还是电影 都备受期待 再加上徐克导演以其独特的武侠美学风格著称 这次再度挑战金庸作品 无疑让人充满期待 这部电影从开拍准备路透阶段 就已经吸引了期待 如今这次热搜登顶之后 更是讨论纷纷 不少观众和粉丝也都问 是不是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真的太期待了 已经等不及了 肖战饰演的郭靖角色 也引发了广泛热议 很多人认为他能很好地诠释这个角色 吸引大量年轻观众的目光 肖战本身就是娱乐圈 众多明星演员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 无论是他的自身实力还是他的演技作品 或是他的粉丝实力 可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 肖战的电视剧作品比较多 电影作品其实还不算太多 而这次能够出演出演郭靖这个角色 对他来说 既是一个新的高度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一方面源于对肖战本身作品的期待 另一方面是郭靖这个角色 或者说金庸射雕英雄传这个作品 本身就有一定量的援助粉丝 如果没有演到观众心里的那个角色 还原高度 或许又会被一些网友批评 引起一波新的热议和讨论 但不管怎么样 从现有的海报来看 肖战的角色造型还是蛮贴合 大家心中郭靖的这个角色 甚至有不少粉丝和观众之前 没有看过射雕英雄传的援助 但是因为肖战饰演这个角色 想要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理解这个角色 而把原著又通读了一遍 甚至一读再读 郡心自己也是 刚开始接触金庸作品 还是在上学时期 最近又拿出来翻看 果然依旧很上头 这套新修的珍藏本的射雕英雄传 作为收藏本很有价值 而且不管是封面 还是里面的纸张页数和配图 都很漂亮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直接戳上方链接哦 尽管这次看点目前 还没有放出太多关于电影的具体素材 但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大家的热情 反而增加了不少神秘感 许多粉丝和观众都非常好奇 纷纷询问何时才能看到这部作品正式上映 此外 还有声音提到希望电影能在春节荡上映 相信凭借其强大的卡司和技术支持 定会在票房上有不错的表现 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呢 你有读过《射雕英雄传》的原著吗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肖战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